大家好,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首先还是提醒朋友们 点赞、分享、订阅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言归正传 二战结束至今呢 关于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行为 是一场人类巨大的悲剧 是一场浩劫 而关于这一场战争的反思和反省 是远远不够的 特别是德国和日本 两个主要的战败国 当然也是两个主要的战争发起国 面对战争中的行为 以及在战后秩序中的表现 天壤之别 那么我为何会提到这个话题呢 源自于这两天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场演讲 他特别向二战期间 德国所发起的入侵苏联的战争 表达了忏悔与反省 而这一刻距离当初灾难发生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的时间 我们不禁要问 面对德国的彻底反省 我们亚洲的邻居 日本在哪里 日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反省 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呢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在柏林6月19日发布的消息 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视频讲话的时候表示 对于德国人来讲 伟大卫国战争 开始日是一个惭愧的理由 德国承认自己要对纳粹分子犯下的罪行负责 包括保留二战历史等等 那默克尔称几天之后 也就是6月22日 将是纳粹德国入侵苏联80周年 对于德国人来说 这一天是一个惭愧的理由 默克尔并补充道 德国承认有责任为纳粹分子所犯下的罪行负责 在这方面包括永远牢记二战的历史 那默克尔自己还说 德国亏欠了数百万的遇难者 以及他们的后代 基于这样的一种责任 德国有义务为了和平 以及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而努力 他强调说 德国仍然需要与俄罗斯进行对话 德国与俄罗斯两国有着历史的渊源 两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是紧密相连 他指出德国和俄罗斯也在开展国际合作 当然其实默克尔的这番话 看在真正了解背后用意的朋友的眼中 也都清楚 国际政治虚虚实实 无非都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 而默克尔的讲话完全解读成 对二战入侵苏联的反思 那么恐怕也是过于简单 默克尔的讲话更是被视作 是德国主动与现在的俄罗斯 要缓和关系的一种表态 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 其实联邦德国与德国东西德都很少 主动对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表达过内疚 如果从国际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日本也许觉得只要把美国爸爸抱得紧紧的 让美国人利用日本来驻军 对吧 甚至在日本的让渡一定的主权 比如说日本的空域管理权 实际上是美军在负责 日本政府干预不到 那么日本人认为 只要让美国利用日本来维护好 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那么其他的亚洲国家 曾经所遭受的苦难 就可以必要不谈了吧 所以一方面是日本 另一方面呢 也是其背后的力量 美国都在影响着日本战后 对于亚洲国家的反省的程度 当然我们今天呢 不去深究这段历史 主要是因为这个话题呢 谈起来也比较久 那么我们只是看到 德国默克尔的这番表态 甭管是基于历史的反省 还是基于对莫斯科 对这个俄罗斯表达善意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接洽 发展双边关系 我想也许两者 借而有之 那么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本人呢 也是有感而发 那就是日本 你到底在哪里呢 不过无论怎么样吧 历史总是不能遗忘的 和日本的这一笔 我想呢 永远不会勾销 我们回到德国总理 默克尔近期的表态 实际上 受到拜登和普京的会晤影响 欧洲国家的态度 在面对莫斯科 面对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的事情上 明显也是无谓杂成 很多朋友说 这个拜登 去跟普京见了一面 然后要联俄之中了 要怎么怎么样了 中国密切的在观测 后续态势的发展 当然 国际政治向来如此 谁和谁见面 特别是大国之间 如果今天 中美两国的高层会面 那么其他所有的国家 也一样 都在观察 那么俄罗斯与美国 也是两个大国 都是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 那自然他的会面 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去观测 及其会面之后的态势发展 我想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同样怀有一颗 把眼睛擦得亮亮的 在看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互动的 实际上欧洲国家 更是相当的关心 大家不要忘记 欧洲一直是 俄罗斯是敌人 那么这样一个 俄罗斯作为一个假想敌 是北约东扩这么多年以来的 一个基本的战略框架 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下 你觉得欧洲人心里会怎么想呢 我们的大哥去跟我们的敌人 见了一面 谈了些什么呢 对吧 那么后续 态势究竟会怎么发展呢 大哥会为了我们 继续和俄罗斯作对 还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适当让渡一些利益给俄罗斯 让俄罗斯对美中之间的竞争 真之眼 闭之眼呢 欧洲人一定会这么思考问题 所以拜登这一次的动作完成之后 我们就看到 默克尔呢 就开始认为 他的讲话中也谈到 俄罗斯是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呢 应该像美国一样 有样学样 与俄罗斯保持对话 那么你想呢 美国不能自己去找俄罗斯 你美国不能对吧 你自己呢 去找俄罗斯谈事情 而让这些欧洲国家 一味的去跟俄罗斯搞对抗 对吧 这种事情呢 欧洲人认为相当的不公平 所以我们看到 路透社在19日有一个报道 特别谈到的就是 德国总理默克尔 和法国总统 马克龙的一场会面 那么会面之前的发布会上呢 尽管同俄罗斯在安全 以及乌克兰叙利亚冲突等等问题上 存在重大的分歧 欧盟仍然应该与俄罗斯保持对话 这个呢 是基本的一个欧洲国家的 特别是欧盟主要领导国家的 一贯的结论 那当地时间的16日 俄美领导人在日内网峰会 德国媒体的报道呢 就特别谈到了这一这件事情 那表达出默克尔的态度 他当然从这个 对外表达的这个讲话当中 特别谈到 德国呢 是很高兴美国再次营造了合作的氛围 当然了 合作各方必须在其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他还谈到 德国认为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会晤呢 那么这样的一场公开的对话 欧洲方面也应该跟随 也应该这么做 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俄罗斯也是欧洲的陆地上的邻国 因此需要确保制止各种形式的混合攻击 这也是欧洲方面的态度 另一方面 尽管呢 这个 欧洲国家或者说呢 包括甚至包括英国 都希望在欧洲的这块大陆上能够保持安全和稳定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持安全和稳定呢 一味的去塑造一个俄罗斯这样的敌人就能做到吗 还是说要和俄罗斯保持对话呢 实际上 无论是默克尔的态度 还是马克龙的态度呢 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么就是在对俄关系的问题上 要寻求一个共同的路线 与此同时 在会谈之前的联合发布会上 默克尔还提到中国 并与马克龙一起认为 欧洲应该增加国防开支 发展欧洲自己的防卫力量 德国之声6月19日的报道特别谈到 默克尔在记者会上就说 从G7集团和北约的会谈当中 可以清楚的看到 美国把自己视为一个太平洋和大西洋国家 默克尔接着指出 鉴于中国的实力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受到的挑战 可能要比20年前大得多 这也意味着 我们欧洲人必须要自己 也要承担一些特定的任务和责任 同时采取更多的行动 这也是我们欧洲要增加国防开支 提升实力等等的原因 其实默克尔的这番讲话 我认为是非常有学问 看起来默克尔的这番谈话 是要帮助美国 对吧 讲白了就是看到美国今天的 在欧洲开的这一系列的会议当中 不断地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议题 实际上看在欧洲人的眼中 是相当的心里面相当不是滋味 原因很简单 到我家来做客 你不可我探讨未来我们两边 大西洋两岸如何合作 如何拓展未来的关系的提升 或者说你美国不去谈 如何帮助我们欧洲 对吧 但是你谈的全部是中国 全部让我欧洲出力 帮着你一起去围堵中国和中国竞争 那么作为欧洲国家而言 心里面也是有千万个不情愿 在这样的情况下默克尔就开始和马克龙会面 会面之后心里面肯定想着呀 我们欧洲人自己要搞点事情 对吧 这是他们一直强调的所谓欧洲战略自主 那么怎么样去说这个事呢 这也很关键 怎么跟美国人交代呢 这也很关键 也不用藏着掖着 干脆会晤之后 记者会上默克尔直接把事情挑明 什么叫挑明呢 美国人对吧 到了我这里开会老提中国 说明美国人是个太平洋和大西洋国家 全球性的战略布局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其实默克尔和马克龙难道不知道 美国是全球战略布局吗 难道他不知道 这个美国是大西洋太平洋 都在进行很深的战略 深战略的这个利益在里面吗 他当然知道 那只不过是当时当年的美国实力强大 不用去考虑这些事情 那么德国法国也翻不了身 也不敢说个步子 而现在如今可不一样了 情况发生了改变 核心原因 核心的变化还是美国国力的下降 那么默克尔给的理由很简单 哎呀 美国呀 你这个太平洋地区 中国也够你忙了 对吧 原来我们欧洲的房屋 主要靠老大哥你的帮忙 太感谢了 可是呢 现在这个中国在太平洋那里发展起来了 而且呢 太平洋地区呢 这个你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 所以欧洲这边呢 我们自己来 我们自己搞 对吧 我们呢 这个帮着你 看好门 守好家 对吧 防卫好俄罗斯 我们呢 不管是北约 还是我们自己增加国防开支 我们自己搞军力 我们自己来发展武器 反正呢 这里不用你操心 对吧 我们肯定会打好配合 我欧洲这一块 我来搞 对吧 你呢 去亚洲 去跟这个太平洋 你去玩去吧 你到那里去折腾去 其实这番话说的很好听 似乎是在谈 我们两个是队友 对不对 我们各自防卫一块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很简单 默克尔和马克龙 在为美国在欧洲的 战略力量的收缩 甚至是 他即使不愿意收缩 通过一些力量 把它推出去 我认为在做布局 当然了 我这样的一个揣测 或者是一个判断呢 是比较大胆的 因为欧洲是美国 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 这一点 一点都没有错 到目前为止 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驻军 包括在德国的驻军 那么战后呢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 通过一系列的 对欧洲的重建和援助 的确发展了 大西洋两岸的 这个非常好的关系 那么一直以来呢 又加上不断地倡导 所谓共同价值 但是现如今 国际局势纷纭变换 美国国力的下降呢 也让欧洲 不断地去强化 所谓欧洲自主 那怎么样才能体现出 所谓欧洲自主呢 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军队 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 防卫能力 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 话语权 美国总统一栏 所有人跟在 美国总统的后面 对吧 一步一驱 那这叫什么 什么这个欧洲自主 对不对 美国总统一说话 全部都得不可以用华为 你就不能用 这叫什么欧洲自主呢 所以今天 默克尔和马克龙的会面 非常清楚 就是让美国呢 你去忙你太平洋的事情 欧洲的事情 以后我自己说了算 当然今天呢 这个局势的变化呢 不会一蹴而就 我想短则十年二十年 那长则三五十年也不一定 但是今天整个战略环境的转变 战略的转折点 我认为已经出现 非常清晰 那就是德国 法国等等 这些欧盟的大国 开始谋划 一个独立自主的欧洲 另外呢 默克尔还特别强调 美国应该期待 我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我们主动表示 要接受哪些任务 做出何种贡献 为此呢 我们还要做出 比现在更好的准备 那么这也是 马克龙在记者会上 反复强调的一点 更好的准备是什么 我马克龙要搞我自己的 法国军队 我欧洲 欧盟 对吧 我要有欧盟自己的军队 我德国 德国曾经是个军事世界强国 对吧 我的武器 科技也很先进 我要搞我自己的 迟早有一天 我看美国在德国的驻军 也许要考虑考虑 要不要给撤了 你说 美国在德国的驻军 如果被撤走的话 到底是帮了美国呢 还是害了美国呢 或者说这么说吧 是对美国的利益 是有好处呢 还是有坏处呢 如果让特朗普来看 我每年驻军放在那里 帮着你防卫 我还要花钱 那当然是 对吧 对我不利的 除非你给我很多很多钱 把这个驻军当成一个生意 没有把它当成战略利益 那如果是拜登来看呢 我的驻军摆在你德国 这是我的战略利益呀 对不对 我部队一天不走 你就不可能所谓 真正的做到战略自主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马克龙在记者会上 也是不断的强调 欧洲实现防卫战略 独立自主 与加入北约 并行不备 讲白了 还是一样 北约是美国人领导的 对吧 我欧洲人都参与的 我们并行不备 对吧 你北约继续搞北约 甭管你北约去亚洲也好 去跟中国怎么玩也好 你什么 中国是系统性的挑战 等等 你哪怕搞外太空 搞什么随便你 对吧 但是我欧洲搞我自己的战略自主 我们并行不备 讲白了 欧洲人还是那句话 要自己来玩了 通过上面的介绍 我们看到欧洲人认为 你美国可以去找俄国人谈 那我欧洲也要谈呀 所以默克尔就号召欧洲去走自己的路 确实呢 也是让拜登 压口无言 对吧 你总不能 你谈的 你什么都能干了 你不给我干 就比如说 欧洲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 中美之间 对吧 很多的碰撞 美国人拉着欧洲说 我们一起跟中国怎么怎么着 但问题是 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碰撞之后 签了一个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不管怎样 这份贸易协议 对美国来说 也是有好处的呀 对不对 那好了 现在呢 中国跟欧洲谈了很长时间 搞了一个中欧全面投资协议 美国人说 你不能签 对吧 那欧洲人肯定会想了 为什么你老美啊 你跟中国打打谈谈 都能这个谈一些协议 最后呢 当然对美国也是有好处 我欧洲人 为什么你压着我 什么都不能给我签呢 中欧全面投资协议 明显对欧洲也是有好处的呀 所以这种声音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拜登呢 最近经常的是 高喊所谓美国回来的 那这样的口号 但是时至今日呢 欧洲早已经不是 美国说了算的那个欧洲 按照拜登的说法 他呢 在不久前 去欧洲的这一趟访问的行程 要展现团结 怎么怎么样 然而在机器分会上 拜登和欧盟的领导人 在讨论中国时 明显出现意见分歧 以至于英国组织方切断了会议房间的网络 变成了小黑屋会谈 对于美国回来了 欧洲其实心里呢 也是没底 因此 欧盟就主张要有自己的立场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 欧洲应该保持独立性 而不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而且呢 拜登的这趟欧洲之行 表面上是参加了机器分会和北约分会 但是正头戏呢 实际上还是跟俄罗斯的会晤 拜登自己说要和盟友团结 转头就去找普京握手开会去了 这无疑让欧洲的盟友 感觉到了这个 也是指明了方向 对吧 在机器分会 北约分会 美欧分会结束之后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马克龙的 前面我们所谈及的这场会晤呢 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代表着 欧洲国家的内心的真正想法 而真的态度是怎么样 默克尔表示 虽然在这个乌克兰呀 中东等问题上 欧盟与欧罗斯存在巨大的分歧 但是和美国一样 对不对 我们呢 这个欧洲和欧罗斯 也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呀 而且呢 欧罗斯为这个为 为欧洲提供了大量的能源 确保了欧洲的能源安全 而在这一点上 实际上 美国对俄罗斯当然没有能源依赖 美国现在自己的一盐油 包括自己的这个能源的产量呢 已经上来了 而且美国可以确保自己的能源安全 那现在的欧洲还做不到这一点 那既然做不到这一点 地理位置上这么多年 也都在依赖 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所以美国希望去切断 或者说呢 让欧洲与俄罗斯完全进行对立 这种情况呢 也是不太现实的 美国要求欧洲对付俄罗斯 自己却在和俄罗斯接触改善关系 也就是说欧洲国家成了美国的工具人 这样的结果欧洲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因此欧洲要转变态度 而且这一次是美国自己先选择和俄罗斯进行对话 那么接下来如果德法等国家也和俄罗斯举行对话峰会 美国也就没有理由指责欧洲了 欧洲的态度转变也显示出美欧关系仍然在渐行渐远的事实 虽然拜登回来了的口号喊得正天响 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吸引了欧洲盟友的目光 但是对于美国的承诺 欧洲国家心里呢实际上是没有底的 要知道拜登之前的特朗普把美欧关系是搞到了谷底 以至于马克龙还发出了北约脑死亡这样的愤怒的论调 虽然拜登的出现挽回了一些局面 谁能够知道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会怎么样呢 拜登已经将目光投向了2024年的大选 他也在暗示特朗普回来了 而欧洲担心美国继续朝令夕改 因此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事实 当然欧盟调整立场也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 必然结果美国想一家独大 但欧洲并不想做美国的马前卒 虽然在明面上欧盟为了获得保护 仍然会维持与美国的关系 但是私底下欧盟肯定是想要树立自己的发展方向 拜登这一次出访欧洲 虽然有和欧洲领导人这个国家领导人一起开会 但是默克尔和马克龙在拜登离开之后 又单独组织会议再次调整 或者说去重新的规划欧洲的立场 这也就说明欧洲并不打算把美国视为自己人 欧洲国家有自己的想法 表面上和睦 实际上掩盖不了美欧各自打算盘的事实 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的 北约脑死亡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分析 有的认为正是拜登的欧洲之行 挑起了中国在北约组织中的议程 从而使得北约有机会重新焕发心机 这一点恐怕和欧洲的战略及安全自主 会再次形成彼此拧拔的一种态势 当地时间的6月14日 北约峰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 在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 北约直接点名中国 宣称中国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针对中国用这样的一种论述 在北约历史上实际上是上述首次 这或许意识着北约战略有新的调整 我们都知道北约是冷战的产物 是为应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威胁而建立的 1991年苏联解体 北约的传统对手消失 特别是华约的解散 让北约的存在面临的质疑 面对北约存在合法性的危机 美国并没有坐以待毙 开始主导北约的转型 通过从速角色 扩大核心任务 以及寻找新的对手 来维护联盟的团结 也是为它进一步的续命 但是冷战结束之后 历经几次转型和调整 北约都没有解决其生存危机 随着中国的崛起 特别是近年来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不断动用各种手段进行打压 遏制中国的发展 北约也成为 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 2019年 北约伦敦首脑峰会 首次将中国议题纳入议程 今年的峰会 又一次进一步的将中国定义成 其系统性挑战 美国试图将应对中国崛起 纳入北约的使命当中 从而进一步的为其进行续命 在峰会开始之前 美国总统国安顾问沙利文 就曾经表示 在北约峰会之后的联合公报 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点名中国 但在14日发布的联合公报当中 79条内容中 仅仅有两条提到了中国 并没有预期中的那么严重 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 主要原因呢 还是北约内部 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 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 这也反映出美国 与其他北约的盟友的利益分歧 美国想利用北约来遏制中国 但是这也不符合其他北约国家的利益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4日的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既是一个主要的大国 也是一个竞争的对手 但是呢 北约不应该偏离核心人物 马克龙表示 北约是一个军事联盟 而与中国的关系是更加的广泛 不仅仅是军事层面 而同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 北约在处理同中国问题时呢 需要寻求一种平衡关系 相对于俄罗斯而言 中国远在东亚 与欧洲不存在地缘上的战略冲突 相反 中国是很多欧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美国想利用北约来遏制中国 让其他北约国家为美国的对华战略进行买单 而其他一些北约国家自然并不乐意 因为这样呢是吃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 近年来欧洲也越发重视战略自主 在很多问题上都发出了和美国不同的声音 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对北约的主导和战略优势 美国推动的北约转型改革以及北约东扩 让北约内部意见更加多元化 北约想要凝聚共识的难度也在增加 这也进一步的弱化了美国对北约的控制 虽然北约转型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美国想利用北约遏制中国 俄罗斯的发展维护其世界霸权的决心呢 并没有改变 我们无法左右北约的发展 但是我们可以希望北约的一些国家认识到 冷战已经结束将近30年了 如今的时代已经变了 和平发展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操弄集团政治人为制造对立而刺激地缘竞争 是在走历史的老路和邪路 那当然中国方面是希望北约把更多的精力 用在推进对话和合作的道路上 多做真正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事情 其实现在的欧洲人并非都是愿意跟着美国人后面做事情 也有很多欧洲不同的声音出现 最近就有欧洲议会的议员表态 认为中国40年来都没有去轰炸任何人 可是美国人天天这么干 表达了对欧洲过于亲美 以及对美国全球行为的不满 当地时间的6月18日 来自爱尔兰的欧洲议会议员华莱士连发两条推特说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行动持续的升级 近乎疯狂 可悲的是欧盟仍然在支持美国的做法 而中国的军事开支主要是用于防卫方面 而且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中国40年来没有轰炸过任何人 而美国每天都在狂轰滥炸其他国家 美国鹰派对中国的非理性攻击行为 也暴露了他们对失去二战之后最重要的美国金融霸权的恐惧 而这种霸权给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带来了无尽的破坏和痛苦 此外华莱士还上传了他在6月16日 在欧洲议会安全与防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主题就是中国的军事建设 那么华莱士在发言当中强调 他本人是反对军国主义 他不认为军事的扩张能服务于人类 那他认为军火企业对政治领域特别是布鲁塞尔的侵入 以及欧盟目前的军事化正在促成一场灾难 那这个当然指的是谁呢 我想应该就是指的是美国 接着他对比了差距悬殊的中美军费 他特别谈到了军费的开支 包括侵略战争 无止境的轰炸动作 政权更替的战争 数百万人被害 以及呢这个所谓美国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 202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的39% 而中国的军费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 确实呢中国的军事正在发展也正在追赶 但是并不过分的说 这是一种对极为挑衅姿态的一种回应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围堵 有说法称在过去的20年 中国的国防开支增加了8倍 但是想一想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 但他们的这个美国的国防开支 是中国的三倍 以及呢 如果你们了解研究一下 中国人把钱花在哪里 那么这位议员特别谈到 他们会发现 中国人主要呢 是在进行防卫性的军事动作 而并不是要去侵犯谁 为此呢 华莱士举例提到了 美国在南海的所作所为 美国围绕中国建造数不清的军事基地 全部围着中国 而且还有传说中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对吧 那么这些岛链上的军事部署 实际上 针对谁也看得非常清楚 那特别呢 值得注意的是 在墨西克湾 没有任何中国的军舰 对美国形成任何的威胁 所以两者对比之下 到底谁在进行军事化 进行对其他国家的威胁 对于拜登政府当中 对中国呢 处处给予针对的行为 那我们看到 华莱士特别提醒其他的欧洲议员 而就是这个中国40年来 从来没有轰炸过任何人 特别是要去向专家提出一些 一系列的问题来回答 关于中国和美国 第一个 美国究竟是什么时候 确认中国威胁他的金融霸权的 第二 那么美国和北约 遏制中国的军事行动 准备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第三 考虑到中国是欧盟 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事实 那么某些欧盟地区的反华言论当中 有多少又是真的呢 有多少又是在做政治表演呢 那当然我们看到 华莱士的在欧盟议会当中的 这一番表态呢 在大陆这边的媒体上面呢 也有不少的报道 实际上呢 在欧洲内部呢 也有这样的声音 当然了 也还有另外其他一些 支持美国的声音 实际上呢 欧洲目前所处的位置 当然它最想发展的 就是战略自主 但是传统上 和美国关系的亲近呢 实际上想去转变 也并非一席之间 一席之间呢 能够完成的 华莱士现年66岁 2019年当选 欧洲议会的议员 证件接近于左翼政党 他的推特账号 有7.5万粉丝 此前呢 曾经多次发文赞扬 中国在扶贫 抗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直渲染中国威胁论 从七国集团会议 北约峰会 包括呢 美俄峰会啊 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峰会 刚结束的这些会议上面呢 中国议题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尽管中国一场会议都没有参加 但是无一例外的 都是在围绕着中国展开 因此这三场峰会 可以视作是 中美新冷战格局下 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全面宣示 也可以说是拜登政府 正式的在外交战场上 打赏了针对中国的 这个集结号 对吧 吹响了集结号 等于说呢 小伙伴们 大家集合起来 要去干这个针对谁是谁了 现在拜登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了 但是能不能成功的集结呢 对吧 那我想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你吹你的集结号 我玩我的中立 我玩我的两边讨好处 我想很多国家的真正立场 可能就是 两边都应付一下 希望呢 从两边都能讨到好处 其实又何止是欧洲国家呢 东南亚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